學生兩人一組練習著發球及擊球等動作 排球迷人的地方在於發球的快樂 接球的樂趣 驚險的比賽技巧動作 以及比賽時發揮團隊精神的喜悅等 這些都是讓學生想加入排球社的原因 因為第一次打排球 然後很開心可以學到打球的技巧 雖然很痛 不過習慣就好 因為感覺排球很好玩 發球的時候會就是感覺很刺激 對啊 有時候會被球K到頭會怎樣會受傷 不過沒關係啊 只要練習就好 雖然一星期只有打一次 好啊 就是對身體很好 社團指導老師很用心教導學生排球基本動作 及排球基本技能 成立排球社 讓學生多一下運動技能 培養對排球的興趣與能力 未來也希望能夠成立球隊 成為該校體育發展的特色 讓他們可以學習不同的運動 因為排球畢竟在國小來講 接觸的算是比較少 那南投線最近這幾年其實排球還推廣的還蠻多的 那想說也許也許以後他們有興趣 然後願意再多花一點時間練習的話 可以帶學生培養另外一個興趣的發展 甚至說以後我們可以朝向校隊的方式來進行練習 讓學生有機會說到外面去比賽 議員表示排球的好處除了伸展身體 也可以協調全身肌肉 是一種簡易上手的運動 學校舉辦排球社團 也能夠帶動打排球的風氣 培養學生團隊互助可做精神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社團 而且排球也是算是一個蠻簡單的 能夠讓小孩子學習的運動 那我也希望說能夠透過這個排球社能夠帶動學校的運動風氣 排球社團才剛成立兩個學企 學生雖然大多是第一次接觸 各個興趣盎然 副議長排一拳肯定校方用心 希望小朋友們能夠充分享受排球運動所帶來的樂趣 藉此機會發展多元興趣 民意新聞 宏一輪 國姓採訪報導